你有想过书法艺术也可以狠心潮 甚至结合宝可梦、蝙蝠侠、迷婴啦 2023恒山书法艺术馆展览 真剑得奖的两项书艺展 16号起在恒山书艺馆展出 其中策展类得主徐祖宽 规划的时空题词展览 邀请林丞翰、季冠帝、蔡丞翰 三位年轻书艺家 以传统书法为基础来诠释日常生活 拉近书法艺术和民众的距离 令人耳目一新 一直以来我知道这三位艺术家 就是从很年轻的开始 就经历传统书写的训练 然后借由传统书写的方式 我想说他们以传统书写的方式 然后记录现在的生活 然后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 所以我觉得想找那这三个人 都是以传统书写为基础的共通点 然后开创新局 所以这就是我找他们三个 在一起展览的原因 展览依照艺术家的作品调性 以及场地的空间大小来做规划呈现 策展人徐竹宽也一一介绍 初一家林丞翰以童年记忆的卡通动漫 以及流行用语为主题 结合了印章 石碑 瓦当等仿古素材 让当代碰撞传统呈现趣味火花 试制还有结合音乐与光线的魔幻作品 巧思令人玩味 一楼的部分它挑钩比较低 那非常适合那个林丞翰艺术家 它那些比较精致对 像玩具跟玩具融合 然后字体比较多 比较细密精致可爱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楼 那走进一楼 你会就可以近看一些比较小巧的旌旗这样 然后走完过那个灌地的那个树叶的 宁静的秋天之后 你会又到一个比较狭小的走道 那在那里呢 你会就会听到 正正的那个迷幻的音乐传来 那是劝世中心会的喵店感应 那配合那个林丞翰的作品 喵店感应 你会瞬间到了另外一个 有点像disco啊 或者是酒店的一种 那个酒吧里面的那种空间氛围 去尽情的去感受 那个音乐与字体的魔幻的结合这样 另外书一家蔡丞翰 则带来众多超显练习文字 甚至还有一堆小字注释 在广大的空间中 覆盖上秘密麻麻的资讯 塑造多层次的时间性 而书一家机关地则 巧妙把歌词文字 以行书或草书的笔画 转化为落叶图像 并借由构图布局来呈现 聚散零和的含义 进一步强调作品的绘画性 然后到了二楼的部分啊 你会发现它的跳高 突然变得很高 然后空间一瞬间变得很宽敞 但是却布满了秘密麻麻的字 还有许多挂得非常高的 像是铁柱层的字之类的 然后还有各种充满仪式感的卷轴 然后秘密麻麻的字体 那里面其实都放着很多 就是现代哲学啊 以及电影台词 就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 各种经文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在二楼的高挑高的地方 去弄了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空间 那接下来走过来 对一样是巨大的挑高 那我们以灌地的落叶题词 对然后根据它那个树林的动态 然后还有一些巨幅的作品去营造 那个两边都是高大的树木 在落叶的一种森林感 台湾胜利美术馆代理馆长王丽娟表示 横山书艺馆即日起推出了两档展览 石工题词和弱书道 都是今年展览真剑的优秀作品 具备创新观点议题和内容 翻转了书法艺术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其中奥妙 这次辰山书法艺术馆所展出的内容 是我们策展真剑的两个主题 包括有石工题词以及弱书道 那展出的时间会到明年113年的1月15号 那这两个展览其实是透过了 这个两轮的这个评审的 这个非常的热烈的讨论 而获选的作品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期间 来到我们辰山书法艺术馆 欣赏这两位这个优秀作品的展览 为了探索书役创作的可能性 唐美馆以展览征件的方式 支持跨世代多元创作 今年得奖的两项展览各有千秋 并从今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15号 呈现年轻书役家们 别出心裁的观点和作品 百方期盼能启发参观者 和其他书役创作者 一同来思考与拓展书法艺术的新境界 借了予婷 唐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